我們來看一個很棒的百字故事 叫做A Life Lesson From My Father 真的是很棒的故事 都還沒開始講 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一道只有英文幾讀 所以這邊 我們先完整的讀一次 So A Life Lesson From My Father Dad tended chickens Thousands at a time They were housed in long narrow buildings That looked like barracks Just hatched They were like a mighty yellow sea Moving in great waves of fluff As if of one mind When I was twelve I asked my father If all chicks were yellow He said no Occasionally a black chick Would appear in the mix But it didn't live long The others pile atop And smother him The tears mystified my father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 dreamt of that ocean of uniformity Turning as one Against the queer one 結束 好,如果你已經聽懂了 Good for you 如果沒有懂 我們來解釋一下 這裡說的是 爸爸是養雞的 照顧雞的 So Dad tended chickens 所以tend的這個字 我們一般在 台灣教學中 把它翻譯成 傾向於怎麼樣 所以因為它的名字 Tendency 對不對 OK 所以假設我 我傾向於 半夜都會起床尿尿 So I have a tendency to wa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For bathroom trips 這樣子 OK 所以tendency 就傾向於這樣子 Tend的就是動詞 So I tend to wa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 tend to wa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這句話就不打完了 所以這裡tend的 後面接著是一個不定詞 所以傾向於會做什麼動作 所以這是我們台灣比較基礎的教法 可是它有一些比較進階的用法 就是例如說你後面接的不是不定詞 而是接名詞的話 像例如說 I tend to my siblings when they are sick 所以我是一個 假設我是一個很會照顧手足 兄弟姐妹的一個哥哥或弟弟之類的 所以只要是兄弟姐妹生病了 都是我來照顧 所以我陳述這一件很一般性的事情 我就用現在式來說 那這個tend to後面接著就 tend後面接著並不是這個不定詞 而是接了一個名詞 So if you tend to something 就表示你照顧那個東西 OK 那我們這邊就看到 甚至這個to好像都可以去省掉 所以它這裡就只是 dad tended chickens 所以這裡的tend 並不是傾向於 他講的就是養雞啦簡單的說 所以爸爸養雞一次養好幾千隻 So dad tended chickens thousands at a time They were housed 所以他們被關在 所以關的這個動詞 你可以把房子這個字當成動詞 然後變被動的 So they were housed 這樣應該OK in long narrow buildings 就很長的很狹窄的建築物裡面 那這個甚至看起來像軍營一樣 So that looked like barracks 沒問題 所以 barrack這個字 一般用成複屬的 就是軍營的意思 OK So 所以當他們剛生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是像是一個 一片黃色的海洋一樣 所以這個生出來 就孵出來 我們用的詞叫hatch 所以要是剛從蛋孵出來的小生物 我們可以都加ling在後面 所以有這麼一個字叫hatchling hatchling 那不管是小雞小鴨或小恐龍 都可以叫做hatchling 所以這個字是有可能會在 托福亞斯看到的 那種生物學的字或之類的 甚至只要是小東西都有可能加零 像我講過好幾次 醜小鴨就叫做duckling Ugly duckling OK 好像仿佛還有鴨語一樣 the ugly duckling 就是醜小鴨 這樣大概都要大寫就是 我們把大寫一下好了 醜小鴨 OK 所以小鴨子 duckling 生出來的小動物 孵出來的hatchling 好 Anyway 所以當他們剛孵出來 just hatched 所以這是一個被動的 呃 呃 分次勾句 so they were like a mighty yellow sea 他們就像一個很巨大的黃色海洋 mighty這個字就是巨大的 OK 很雄偉的或之類的 mighty 很有力量的 那他們就海洋般的這樣移動 moving in great waves of fluff 所以wave就是一波一波 fluff就是毛茸茸的東西 所以他們就是用很巨大的一波一波的毛茸茸的東西 仿佛他們是只有 就是有一個腦袋般的 所以你看 你有看過那個養雞場的雞 發出一個什麼聲音或幹嘛的 哇幾千隻雞一起轉頭 有沒有 仿佛他們都是用一個腦袋在操控的 所以這裡也是寫這樣 so as if 當他12歲的時候 when I was 12 I asked my father if all chicks were yellow 他就問爸爸了 當他12歲的時候問爸爸 是不是小雞都黃色的 爸爸說不是喔 he said no occasionally a black chick would appear in the mix 偶爾有的時候 就是突然會出現一隻黑色的 but it didn't live long 可是他們不會活太久 為什麼呢 因爲the others pile atop and smother him 因爲其他隻就會 就會壓在他身上 然後把他悶死 因爲他是異類 ok 所以這個pile就是堆疊起來 pile atop 就堆在他上面 smother就是悶死他這樣 那下一句話就 下一句話就是 這跳得很快喔 突然間這句跟下一句 the tears mystified my father tears 眼淚 眼淚呢 讓爸爸困惑了 所以mystify就是 那myst這個字就 迷啊或之類的 myst mystify是動詞啊 簡單的說 ok 所以這個詞叫解謎解密 demystify 擺個事情講清楚給你聽 demystify ok 所以眼淚困惑了我的爸爸 誰的眼淚 一定就是這12歲小男孩的眼淚 簡單的說 所以爸爸跟解釋完 然後小男孩就哭了 那哭了爸爸就 幹嘛哭這樣子 好然後接下來就最後的結尾了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所以在他的人生剩下的余生的部分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就我一生中這樣 他就一直想到 I dreamt 他用的過去是 of that ocean 所以他就夢到這麼一個海洋般的東西 什麼的海洋呢 the ocean of uniformity 用的字很好的這個字 所以uniform這個字我們當然一般理解是制服 穿制服那個制服 那他的他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名詞就可以變成uniformity 也就是我們剛講uniform是制服 可是他也可以是形容詞 所以名詞uniform制服 形容詞就是 就是你說一個東西就是一致的 像例如說我們講說 部隊在踢正步的時候 一個行軍在踢正步 所以they're all doing uniform motion 他們在做一致的一個動作 所以uniform這個就是一致的 那這個一致的這個形容詞 變成名詞的時候就變成了uniformity 所以他這一輩子就一直夢到 這個uniformity的一個海洋 什麼uniformity 你知道社會上就是會有 大家都現在都在嘲笑同一件事情 大家都覺得某一個事情很好笑 大家都覺得某一個事情很討厭 這就是社會上的一種uniformity and we conform to it 我們就會去配合著那個走 所以他就夢到了這一個 Ocean of Uniformity Turning as one 所以這個uniformity就變成了一股力量 against那一個queer的那一個 也就是那隻黑色的小雞 他這裡用了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字 就是queer queer這個字就是LGBTQ的那一個Q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故事 得到一個很簡單的結論 就是這個主人翁 他就是同志 OK他就是同志 他就是性向跟絕大部分的人一定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看到那個黑色小雞 他就覺得起了共鳴 因為他就覺得黑色小雞是他 然後他就人生中一輩子剩下的時間 就一直會夢到整個社會變成一個Ocean of Uniformity 來對付他 來欺壓他 打壓他 所以他酷 講那麼清楚有必要嗎 你大概也已經看懂了 OK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力量的故事 我覺得很棒 希望你喜歡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